大家随便来,随意随意,开心一点 随便 因为我本来想要的名字是千佛的爱 就千佛的爱 千佛的爱那一张海报我都研究过了 一个裸男全裸拖着船 我本来想这么拍的 但赞助商不让 高尚是讲的是,其实是价值观 动物世界写的是感情观 这两首歌是我喜欢的 但我觉得他们不会哄 高尚这个名字写的 其实就是不高尚 好像为了钱 什么都愿意做的 那个感觉 但是其实谁都想 愿意回到最初 所以我歌词最后的那句 就是 见我最初的模样 不痛也不痒 我希望大家 去理解那个样子 很骚的 我可能会因为 我能写个 放弃幸福的生活 我应该是这样 我是变态 我觉得现在感情 也都是古怪的 我个人认为 不管你是结婚不结婚 好像感觉都还蛮古怪的 爱一个人一辈子 你还相信吗 我不行 我小学三年时 听到一首情歌 我觉得感人的要死 如果梦醒是还在一起 那首歌 我就去翻那首歌 回去听那首 我看是谁写的词 那个人叫袁维仁 所以他对我的印象很深 所以从后面开始 我才慢慢喜欢上音乐 不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袁老师一直 拿我做反面教材 就说我写那些亲情爱的东西 就像个流氓 没有 我记得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听到的情歌 我觉得我越听越难过 越听越难过 但我感觉好舒服 所以我觉得 人既然难过了 为什么不让他彻底难过呢 难过到最后不就死心了吗 很好啊 今年这样唱片 都要找很关键 因为我也深知 我这个人唯一的一个 现在目前的 能让大家接受的一个点 就是音乐 其他的一定会被 有一天会被人取代 我很害怕 我已经没有灵感 写不出好歌 其实我现在 我一直害怕 所以我写下来的 今年下半年四周歌 我也会很有心地做完 我做每一首歌 现在大概都要花一个月时间